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仅三个月后 国党就展开了首次反腐 而这次反腐的捣火线 是由一个名叫谢布生的干部引发的 他是我党第一个被处决的贪官 谋财 杀人 偷情 卖妻 无恶着作 谢布生 江西瑞金叶平人 出身贫穷 他十二岁起北地主打短工 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 任云集报动队队长 1930年参加我党 并任叶平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个官职虽不大 权力却不小 因为叶平村是当时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和苏区中央局所住之地 这让谢布生的身份 地位就不是一般的村苏维埃主席可以逼你的 他可以直接和中央的一些部门打交道 其实谢布生在任叶平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之前 就一直为非 作戴 1927年8月 他火同别人抢劫了瑞林寨秋兴的部队 把部 县阳 鸡 鸭 朱 抢劫一空 个人得赃款 93块大洋 同年9月 谢布生在宁瑞交界处猫残害命 杀了贺龙 夜挺军队 南下生病落队的军医 并拿了金戒子二枚 光严五个 还有怀表 詹坎等物 等谢布生当上了夜平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后 更是无法无天 他曾将打土豪的财产 龟丝九 分墨公款三千多毛 好死 谢布生还借村主席的权力 强奸妇女 包庇富农 将富农改为贫农 收受贿赂三百多块大洋 他收买群众的各种粮食 用大豆浸 小豆粗 卖给一租大会获利大洋 二百七十多块大洋 后来在划分阶级时 原本群众是要给富商谢深润定为富农的 但因谢深润是谢布生以前做生意时的老搭大 所以他凭着手中的权力及往日的交情 把谢深润家定为了贫农 谢深润一家也因此兑谢 布生非常感激 为报答谢布生 谢深润常邀请他到家吃饭 谢布生就这样与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俗世 日子长了 谢布生便与朱秀秀勾搭成间 过起了情人生活 有一次他们偷刑时被谢深润抓着 说要去告谢布生 为了保全自己 谢布生编造一些证据 利用当时的诉反扩大话 指使他人将谢深润秘密杀害 1931年 谢布生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 伪造通行证等证件 私自贩运水牛泡白区出售 每头牛获利大洋三元 总计得大洋三十三元 后来谢布生以自己的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二只 接着又与瑞金一个大地主的续贤偷勤鬼混 因嫌自己的妻子 杨氏爱氏便以三头黄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大百地山和村 一个老光光做老婆并对外称杨氏回娘见了 几个月后又说他改嫁了 然后三头黄牛卖了一千七百毛豪子 纵观很多贪官落马的原因都 是情人的举报 而谢布生也不例外 1932年2月的一天 朱秀秀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 举报谢布生杀人案 随后 政府对其进行了彻查和公审 同年5月9日 谢布生被执行枪决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